香港画台名家马家宝逝世25周年 他的后人最近为他举办了纪念画展 来回顾他的艺术生涯 马家宝不少的作品都是以写实的画风 来展现香港各区昔日的风貌 画出了香港的变迁 在太平山山顶上眺望维多利亚岗 维港两岸高楼大厦林立 现代化大都会的气息尽收眼底 但如果时光导流30年 我们又会看到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那是在香港的山顶 往下面看 看到香港的维多利亚岗 只要相较远条是1974年的画 那那个时候最高的大厦呢 在看那个中间有圆圈的那个呢 就是以前叫康洛大厦 现在是頤河大厦 这里是40年前的大浦火车站 70年代港岛西环的街道 昔日的大茂山 一片青葱翠绿 这些展现香港往日风貌的油画 仿佛带领我们重回昔日的旧香港 他们全部都是已故画家马家宝 在六七十年代的创作 所以父亲利用这种失去的景色 唤起香港公众的一些集体回忆 马家宝1927年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 九岁开始学习画画 1947年移居香港后 跟随里南画派大师高建復 学习国画 后来又拜被誉为中国油画地人的李铁夫为师 学习西洋油画 在马家宝的作品当中 也有不少是对当时香港的受贿现象做出批判 这幅名为医生的作品 描绘救死扶伤的医生 居然向贫护大众收受汇坏 才肯救治病人 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社会上存在种种的不公益 为了封刺石壁 为社会低下阶层 收压坡的那一层 暴不平 学幻中西的马家宝 他的画作并没有描绘取高或寡的《阳春白雪》 而是至始至终 创作出大众都能看得懂的艺术 因为他喜欢的一种画风 他就忠诚于一种画风 因为他这个格式是写实 他的创作就是拍戏的 所以他也没有去画那些抽象画 就可能他觉得这种才是 他不画怪画 他不画那些人看不懂的话 他不画那些人家要猜的话 他要画人民的话 他要画大众都看得懂的话 他会 DJKG的创作就看得懂的 他会拖累一切开 整个步传络了 他会拖累一切 他们又会和我画都可以 听到这种相当比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